接下来的天气如何 我们请记者蒋邦彦来告诉大家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虽然持续入秋 不过高压依然强势 各地天气主要人事多云倒勤 午后局部雷震与形态 气象局7日也针对华联县重谷 发布高温橙色灯号 有连续3天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民众出门在外活动 记得做好防晒补充水分 10号它就开始慢慢接近我们的海域 我们可能就发海上情报 然后11、12号 11号我们预测大概会在 10号的深夜或是11号的清晨 就会发路上 不过就是依目前这个路径 来做预报的一个情形 然后12号大概是会在台湾 东南边台东的地方登陆 不过目前还是刚才说过 还是有一些变数 还是要看后续 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势力范围 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微调的一个情形 所以基本上这一周的天气 上半周7号到9号到10号 天气还算几 还算凉好 然后从10号11号12号到下周13号 可能我们会受到台风的影响 然后整个东部 因为我们在东边 这边台风逆时钟转上来 刚好在花莲台东这地方都是一个淫风面 所以整个雨带上来 花东这地方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所以基本上如果台风 真的照这个路径过来的时候 在南花莲这边可能盛房 要比较担心一点 就是可能它会有比较强的风 跟雨的可以清醒 今年第14号台风参数也在6日生成 预估将会逐渐影响台湾东部海域 届时强度可能来到中度台风等级 落受台平洋高压持续导引缓慢西行 预计在周六至下周一最接近台湾 不过对台影响程度 仍需持续观察 还请民众留意天气变化 接着蒋方眼华林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